主打由韓國知名漫畫家梁靜一 擔任美術設計的動漫風 ARPG 神之子 已經正式上市囉 遊戲中有劍士、法師、弓箭手三種職業 戰鬥時可以選擇手動戰鬥或是自動戰鬥 自動戰鬥中也能夠隨時用手動控制來輔助 非常的方便 而裝備英雄就像裝備技能一樣 擔任隊長的英雄會發動被動技能來強化隊伍 除了增加各種素質之外 也有提高相同屬性最有的特殊技能 再加上每個關卡任務的特性都不同 該怎麼樣組成最適當的隊伍 讓隊伍越來越強 就是神之子的醍醐味啦 更加刺激的連線問答遊戲 激鬥金頭腦 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九宮格排列的題目啦 題目各自有不同的類型 一旦答對了就能夠點亮九宮格的登號 並且攻擊對手 而且一旦有三個連呈現的題目被點亮 還能夠進入只有先答對 先攻擊的連線搶答模式喔 每個人物都有不同的特性 並且能夠藉由進修來增加戰鬥時的能力值 讓他們在激烈的對戰中大放異彩 喜歡猜謎節目的玩家們 不妨來挑戰看看吧 很有難度的抑制解謎遊戲 Black Hole 每個關卡都會有不同的地形 以及有限的方塊 玩家要運用方塊組出正確的道路 讓黃球一路順暢的進入黑洞裡 只要有一點點斷差 都會讓黃球無法前進 當看不清楚地形的時候 可以轉動畫面來觀察一下 簡單的關卡只是讓你常常填頭 每幾關難度就會增加許多喔 遊戲當中總共有75關 而官方號稱能夠全破的人 IQ 可是有180以上呢 喜歡挑戰專注力的玩家 又有一款可愛風格的 The Walking Pet 可以好好的消磨一番囉 這些可愛的寵物 通通都站起來學走路了呢 你要點擊螢幕一步步 帶他們往前邁進 寵物的重心稍稍往前倒 就要加快走路速度 快往後倒的話 要等重心恢復一些 再繼續走 看起來簡單 玩起來 可是要非常注意寵物的一舉一動喔 還記得田徑中的跨欄項目嗎 50 Loops 就是一款更加刺激的科幻風格跨欄遊戲 在遊戲當中 玩家必須要看準時間點擊螢幕 讓角色跳起來遞過護欄 護欄又分為可以踩他的實體護欄 他一碰就失敗的電子護欄兩種 不過可不是單純的跨過去就好囉 隨著圈數的增加 跨欄的數量和突然出現的機率也會提高 甚至可能會出現需要踩著實體護欄 來跳過電子護欄的狀況 要在一瞬間判斷自己該在哪裡起跳 可是這個遊戲的制勝法門喔 收集不同屬性的英雄來闖蕩地下城 美式Q版風格的RPG遊戲 Dungeon Boss 每個角色都像是由方塊來組成的可愛造型 在地下城闖蕩時 別忘了觀察地圖上的東西喔 有許多物件是可以互動的 一旦找到就能夠拿到能量值或是獎勵喔 另外每個人會有自己的地下城 所以別忘了設置英雄來防禦 只要好好照顧就能夠從裡頭拿到稅收 當然也能夠去攻擊別人的地下城奪取資金 不過如何突破對方的防守 就得要多花點功夫囉 可愛上訴懷舊瘋的廚房大冒險 結合了跑酷與意志小遊戲的玩法 不但要挑戰跑的距離 碰到敵人的時候還會馬上進入各式各樣的遊戲 當你反應不過來時就得要重來 而且玩到後面時遊戲速度就會越來越快 應付小遊戲的時間也越來越短 真的是太刺激啦 有看過馬戲團的炮彈飛人嗎 Bullet Boy就是一款以此為題材的動作遊戲喔 在被龍捲風吞噬之前 我們要使用關卡內的砲台 將主角給射往下一個地區逃出升天 這些砲台有的會動 有的會旋轉 有的有障礙物 玩家必須要掌握時機才能夠快狠準的 將主角送到目的地 但有的時候障礙物位置非常刁鑽 就用一些金幣來購買強化道具吧 只要裝備了能夠穿牆的磚頭 和可以反彈的橡皮頭 就算不小心失手了 也有可能因獲得福喔 Cube 4 要你來挑戰自由落體的極限高度 這款遊戲借助手機的感測器 來控制方塊落下的方向 途中有著許多的障礙 這些障礙的形狀並不固定 輕輕碰撞並不會導致方塊粉碎 所以你可以小心的在空隙中穿梭 除非力道太強才會炸開 遊戲進行到後期就會越來越快 空隙也越來越刁鑽 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反應與唯恐力 來通過這些障礙囉